你离他最近 他做了些什么 你还不知道 奴才沾主子的光进了宫 可是进不了殿 大殿里的事情奴才怎么会知道 你别替他瞒着 父亲奉旨进宫 只是为了切磋文末 奴才有什么可瞒着的 切磋文末 真的要是切磋文末 一次两次也就罢了 三番五次的召才进宫 皇上的用意 旨在文末嘛 他们除了在暖香阁待着 还去了什么地方 他们顺着冬二长街往北走 上哪去了 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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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花园这种地方也是切磋文末的 他们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太妃 你想哪儿去了 你的意思是 我不该这么想 太妃 他们在园子里东流西瓜 做这做那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在园门外边 在园门外面候着 还是啊 还是啊 你不在他们身边跟着 你怎么知道我想错了 你快说 快说呀 福定是清白人 你不应该错怪他 草原坦荡无边 纵马于此 不由回想往事 深感所顾之处甚多 我生性愚钝冷漠 为人处事 一向难以周全 在家里家外 造成了种种不适 私之 倍感惭愧 往日言行唐突 难免冲撞了你 因我而生的猪斑不快 都还给我 我把他们扔给草原 让这里的大风 把仇云统统吹散了吧 吴公公 备好了接纸吧 皇上口谕 选乌云珠 进宫赏月 轿子在府门外头候着呢 您回屋 给自个儿熏熏身子 跟我走吧 吴公公 请您回皇上 拼死一晚 乌云珠不便进宫 怎么 您想抗旨吗 抗旨怎么了 太妃 奴才无良府给太妃请安了 别来这套 别来这套 深更万叶 请哪门子安呢 太妃息怒 皇上的旨意 是给贝勒福进的 不是给您的 您踏踏实实的歇息吧 你们 你们搅的贝勒福不得安宁 叫我怎么歇息啊 太妃 奴才 只是来宣旨的 太妃心里清楚 打扰您的 可不是奴才啊 太妃 劳您大家闪闪身子 让奴才 伺候乌云珠 上轿吧 月至中天 奴才可耽误不起啊 混账 坚持混账 太妃息怒 恕奴才今日 生命在身 他日 奴才定来府上 听您的骂 五云珠 请 吴公公 请您回皇上 让他收回一职 伯母伯贵勒福进 乌云珠 请上轿 请 太妃 您这是 不是有不要脸的吗 我进宫里陪着去 看谁比谁 更不要脸 太妃 太后 皇太妃求见 那么晚了 她好像有急事 她是从贝勒府那边过来的吗 好像是从外边来的 气人太甚 汉人是怎么说的 说到曹操 曹操就到了 皇太妃 请坐 风长 不喝 我怕烫了我的嘴 那你就下去吧 跑啊 接着吼啊 你还嫌我好 你还嫌我好 深更半夜的 田青宫 抬着轿子到我府上去抢人 瞧谁 他抢你吗 换了您怎么办 您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那好办呢 让你府上的门卫 拿着刀剁了他呗 倒是想找死 可没那个胆量 人家是顶着玉纸来的 看来福林真是欺负人了 妹妹 总想慢慢说 半个时针前 她传了口语 让乌云珠 静宫赏月 不就是赏个月亮吗 福林让我去 可我没去 我想她肯定还邀了别人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何必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呢 丑事都做下来 还嫌话说得难听 我看你没完了妹妹 其实难听的话 谁都会说 你痛快地说吧 说就说 福林对第一次大婚 她就不满意 伤了她自己的心不说 她还伤了皇家的脸面 中宫换了人 她还是不满意 她 你怎么就知道 她不满意啊 两次大婚都是您定下的 孩子满不满意 您是她的额娘 我自然是没有您清楚 那就请你闭上你的嘴 我偏要说 她看不上博尔基基特的女人 那是命理注定的 谁也怪不上 后宫家立成群 天下秀女无数 她想抓到手的女人有的是啊 她找谁不行啊 为什么 她为什么偏偏打她弟弟的主意 柏果尔的福气 再漂亮 那是柏果尔的福气 福林不明白 您去告诉她 请她把手缩回去 她不要脸 我的孩子们还要生育呢 你这是在责骂皇上 我没有责骂他 那你就是责骂我 您犯不着多心 您明明知道 我说的是福林 你别福林福林地挂在嘴边 皇上的名字 不是被你这么叫的 我以后不说就是了 你明明知道 皇上喜欢副诗写字 就为了这个 他三天两头的就召人进宫 怎么轮到你这儿就大惊小怪了 乌云珠书画皆通 这是柏果尔的造物 夸他的人多着 怎么 你不许皇上赏识赏识他吗 这么个赏识法 我们受不起啊 自己的福进财貌超群 又怕人赏识 那你就应该把他锁在贝勒府里 别让他出来 可是人家给何锦艳挑美人 你把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怎么没见你拦着呀 你是上赶着让他去呀 人家选中了 我们要是不去 你又有话要说了 其实 你就是为了让乌云珠露这个脸 你才让他去的 你的福进 这儿也好 那儿也好 哪儿都好 比博尔基基特的姑娘强多了 这我都知道 你图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何必哭丧的脸呢 是啊 我是自作自受 这就对了 我说的不对 人家说的才对呢 额娘是什么样子 孩子都是什么样子 你 在说什么 你却烂了舌头的 说皇上的闲话 他把你和多儿滚的 成芝麻烂骨子给翻出来 多么好听的闲话呀 不把他好好地搁在心里 非要说出来不可吗 闲话就是闲话 他搁不住啊 还听到什么闲话了 别以为自己住在儿子的贝勒佛 就没人敢说你们的想话 贝勒佛的后门 正对着郑亲王的后门 舒王的教育 从这个门里出来 就算到那个门里去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说的 怎么了 你说我我都受得了 说你你就一点受不了了 不就是几句闲话 好好的给我听着 这小轿子钻来钻去 比黄鼠狼钻鸡窝还容易 这 就是闲话 在心里搁不住 非要说出来 怎么 你听着心里舒服吗 你疯了 我知道 不说出来 你不舒服 私破的脸说出来 你就舒服了 你疯了 都疯了 全都疯了 全都疯了 不是说病况渐缓了吗 前两天还好好的 怎么又成这个样子了 生死无常 随他的变吧 你瘦了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你就走吧 好吗 我知道 你含着好多药芸的花 我 我 没有 没有 我只是 来看看你 你心里 有什么伤心的事 说吧 我还有什么怜悯 在你面前张嘴 是 我 因为我 你 你 给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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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王 您的病看上去好多了 您特意赶到宫里来 有什么事吗 我体况衰微 恐怕随时会成了废物 您说哪去了 不管以后 还有没有念军建言的时日 我有几句心里话 现在就想给皇上说一说 您说吧 皇上 您六岁登基的时候 您身子才这么高 我们都担心您坐在龙椅上会哭出来 担心您说错了话 弄乱了大殿的秩序 结果呢 您贪图稳健 从容不破 显现了无比的聪慧和超人的气度 大清国的文臣武将 在那一刻有多少人流了眼泪 我们大清国有了多么体面的一个皇上 历代的亡国之君最常见的有两种人 一种黄饮无毒 一种沉溺文末 我说的对吗 南唐的李后主酷爱书法 行墨独树一帜 结果怎么样 他葬送了国家 是个大笨蛋 这跟文末有什么关系 文末无罪 罪过在于过度的沉溺 北宋的徽宗皇帝终日以画鸟为乐 都城被人攻破了还在画 关在囚牢里还在画 一直画到烟气 他画的孔雀栩栩栩如生 可是国家何在 亡国之君竟然轰溃至此 舒王 您是怕我步了他们的后臣 不不 我不敢这样想 不敢这样想 微臣 只愿圣上能永远警醒 舒王 您的话我牢记了 您接着说 皇上的言习汉书啊 翻翻而已 广武皇帝 对如何约束皇亲贵族 有一套办法 您是否注意到了 他给兄弟们封了王 却不让他们出宫 什么也不让他们干 好像太过分了 为了防范割据 汉武帝恐怕也是出于无奈 可是正如皇上所言 他做得是有些过分了 本朝开国以来 对朱王朱贝勒 施惠无边 上下无不感恩戴得 只是 属毙王之言 您在对贵族少壮的使用上 防范太深 过于尽小审慰了 我的心胸 还不如关武帝 不是实质心胸 而是实质策略 把其体质举世无双 尊卑有欲 另行尽职 其自身 已是最好的防范 何须在防范之上 再加一道防范 少壮们都是自家的血性男儿 撒出去便是您无敌的鹰犬 长期经过 不仅会伤了他们的报国之心 还有可能使他们 丹于想恶 失去了 为我大清国 拼争的意志 皇上 我的肺腑之言 请您散死 谢谢您的话 您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是为了避嫌吗 如果我身体还能维持 我现在也不会说 皇上 我还有最后几句话 您说 登基那天 我和多儿鬼 一人拉着您那一只小手 您那小手啊 是凉的 我知道 您是害怕的 可是您一踏上宝座 大天里是鸦雀无声 您偷出了无比的威严和聪慧 我酒精沙场 见惯了鲜血 可是我看着您小小的身体 我不能不流泪 我断定您是个好皇上 直到今天我依旧断定您是个好皇上 我依旧断定您是个好皇上 您累了 咱们改着再谈 您回去歇息吧 皇上 皇上 不管没有兄财大量 可 她是您的兄弟 您务必善待她 善待她的母亲 皇上 您在宫中置业难以倍感激 可是谁也救不了您 您命中注定 只能自己熬下去 哪个寂寞的人 不是这样熬过来的 您那剑上 犯了大清国的重担 您离所有人都互见 列祖列宗都看在眼里 国事终于泰山 私情不足为絮 请您务必善待伯国恩 善待她的父亲 蜀王的话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蜀王 您放心吧 以前为了大清国 您的苦心和苦心 蜀王 我是至死都不会忘 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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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救救救 你醒醒 你快看看 快睁眼瞧瞧吧 基督弟弟回来了 他赶回来了 孩儿不孝 孩儿来迟了 父王 父王 圣经祖灵非常完好 墓地西北 您所知的八周松柏之夜繁忙一片翠绿 你就放心吧 父王 孩儿在祖灵之前日夜跪拜 日日扪心自问 孩儿愧对列祖列祖 愧对您的养育之恩 父王 孩儿知错了 父王 醒了 舅舅醒了 他听见了 你回来了 小兔才子 我又遇见好东西 一直在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一条船 船 大清国 就是一条船 你不是船主 孩儿明白 你是船帮上的 一块木板 这条船 这条船出了船 这条船出了船 出了船 出了船 你 你 你还可以 一条船 你 我 你 我 我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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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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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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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心疼皇上了 你心疼他他心疼你吗 您别乱说 我就说他 我说的就是他 他都上手乱掰了 还不许我拿嘴乱说呀 人家是皇上 人家爱掰谁就掰谁 反正掰不着您呢 你做那什么呢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是我的脚好看呢 还是景贵人的脚好看 是 当然是您的脚好看 是吗 当然 景贵人的脚也不难看 你再好好看看 好好看看 我 景贵人的脚难看 我的脚更难看 叫你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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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贵娘娘 景贵 你别折腾他了 折腾的就是他 养着这帮奴才 不就是用来折腾的吗 爹 您怎么孝顺皇上 伺候他吃 伺候他喝 您连他的洗脚水都敢喝 奴才都当到这份上 还有什么意思 儿子都觉得心寒 嘿 你个小兔崽子 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怎么就不开窍啊 你在侧宫干的还顺心吗 侧谁不是侧我呀 哎 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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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皇上的娘们 你依人占了俩 还嫌没劲哪 行 爹 给你找个有劲的差事 干干呀 你不是一直都想巴结皇上吗 这样 我没巴结 我真的没巴结 你不巴结皇上 你巴结谁呀 我 我巴结您 我一直都巴结您呢 嗯 巴结您 好 这回呀 我就吃你一回巴结 前清宫直视 怎么样啊 让 让我去 啊 嘿 你是怕跟爹似的挨鞭子 还是舍不得那井贵人呢 去不去 想不想干 直说呀 爹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您把我推到哪算哪 您就是把我推到井里边去 都没关系 不过爹 您不能不管我 您得指点我 您得告诉我 怎么才能从井里边爬上来 儿子万一要是爬不上来 你说什么也得老儿子一把呀 你连井在哪都知道 还用得着我指点呀 去 把我那匣子拿来 匣子 是这个吧 不 爹这一辈子 忍气吞声啊 就指望着他呢 拿着 给你啦 不不不 爹 当儿子的 应该孝敬爹呀 怎么能让爹到天呢 傻小子 这又不是蝎子 折肘你 我 爹呀 这回遭了罪 你在这儿伺候我 爹这心里头啊 我已不去呀 你呀 真是爹的亲儿子呀 爹 亲儿俩 还分什么你我呀 啊 啊 去前进 该怎么干 干什么 爹呀 都告诉你 好 好 娘娘 去玉花园走这边 你们先去 我待会就来 你一个人去哪 别管我 去吧 替我捂着石头凳子 雾热了 我就回来了 喳 弄干净点啊 童妃娘娘 童妃娘娘 宫里有家法 您不能进去 是谁在哭 我的咸热在哭吗 童妃娘娘 叫阿神起居平安 进食康态 您就放心吧 闪开 闪开 童妃娘娘 尚表要是知道了 奴才能吃醉不欠 怎么回事啊 吴公公 吴公公 童妃娘娘娘 啊 行了 我在这儿 你先出去吧 这 小阿哥 又白又胖 长得葫芦周正 一笑起来可俊了 吞啊 像极了您了 吞不但是咱宫里的宝贝 是咱整个大清国的宝贝啊 这奴才们溜溜的伺候着 伤不着一根毫毛 您就放宽了心吧 娘娘 您的指望该落在什么地方 您自个儿弄清楚了吧 慈宁宫啊 您是指望不上了 前清宫啊 还是指望不上 您要是指望您娘家呀 那更不靠谱了 您这一辈子的指望啊 都在这小阿哥的身上 您说是不是 不是啊 你干什么 呃 呦 呦 您这头上有个白铺了格子 呦 呦 不是啊 您这 是不是给正亲王拜的笑啊 呦 吴公公 这个 您吩咐 我听说 皇上病了 皇上没病啊 他在前清宫待着 好几天都不出来 皇上在写字 皇上在写字 自从给正亲王办完了丧事 他一直在练字 我还听说 我说王是让皇上给气死的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 您是听您的额娘说的吧 我就问你 到底是还是不是 奴才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吴公公 奴才在 我想单独跟儿子待会儿 我这就走 我说完了就走 娘娘 往后您来看儿子 脑袋上别带这种白色的事物 不吉利 你下去吧 往后啊 不管公里头行什么家法 逢五逢十 您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来看您儿子 奴才我呀 都给您安排好喽 您 你下去吧 阿辇 你 你 谢谢观看